来啦,大主子来了 这个漂亮 一碗猪脚饭吃出男人的浪漫 兄弟们,今天我在街阳,街西县 棉湖正,这是棉湖大桥 是一个猪脚饭,拆迁工地旁的猪脚饭 没有门口,没有招牌 就是这个,门口停满电动车的这家 11点不到,门口坐满了时刻 这个颜色真的是绝了,兄弟们 看看这个肉,好漂亮 这一盘是多少钱? 122 哦,就是四份是吧 人多,四份 这边在煮的米饭 柴火灶,煮米饭 好浓的米香味 太香了 这边是刚出锅的猪脚 大肘子 来了啊,满满一大碟 来,来看看老爷子,拆肘子 大猪脚 哎呀,看着是直眼口水 看看那个皮,看看那个封层 漂亮 漂亮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红蒜头 红蒜头 哇 哎,好看了 看着来 漂亮 又来一个大肘子 又来一个大肘子 这个谁能说得了 这个是什么酱 橘子酱 橘子酱 哦,就蘸猪脚吃的是啊 对 橘子酱 老爷子,今年高售啊,可有七十啊 七十五了 七十五了啊 那这个开了有多少年了 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猪脚店 猪脚算得灵活了啊 那我带来看一下 就是米饭上面 加一手 冻猪脚的卤子 哇 太赞了 就这条卤子 看一下 这一盘是一百五的 五份 满满灯灯啊 好,你们坐下 好,你们坐下 好,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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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就要满头 老门高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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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凭手感啊 不用撑啊 不用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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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三十六 这个是放在门口 供人免费喝的 米汤 十一点半 第一波 用餐高峰已经结束了啊 其实判断一个 乡镇的店好不好吃啊 在我心里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门口店名称要多 再有是来吃的男人要多 这两样都符合的话 绝对好吃 这是几份啊 六个大人一个小孩 六个大人一个小孩 这个就是六份的 看一下 六份的一天也可以 一号盘 这一天要煮多少个这个肘子啊 二十来个 二十来个 可以了 阿姨这边又出过一个 哇塞 来了 我都来了 三十块钱一份 猪脚饭 哇塞 好 谢谢 辣椒酱 然后这个是 第一次见啊 橘子酱 就是蘸那个猪脚的 尝一下 看看有没有吃 看有没有吃 这个 않者是真的黑啊 来一个 哇 又甜又香啊 还是挺甜的啊 都能很赖 我来蘸蘸这个 柠檬酱 不是柠檬酱 橘子酱 配这个吃很清爽 我是十一点过来的 现在还是离十分钟到一点 就卖完了啊 就卖两个钟头啊 来 炮饭 这个在街阳市街西县 靠着普林近一点啊 本来我是想去龙江镇的啊 但是昨天夜里刷到视频 刷到这个 超有感觉 是吧 老爷子75岁 坐了50多年啊 这种绝对是老店啊 来过广东的人一定对猪脚饭印象深刻啊 干不完的流水线 吃不完的猪脚饭 吃不完的猪脚饭 一把手猪脚 再来炮手饼饭 我就喜欢这种 坐在路边吃饭的感觉啊 再来一口米汤 舒服 得劲 再来吃这个 刚才是猪体药啊 这个是大肘子啊 舒服啊 就欢迎挑战地区的朋友啊 给我推荐这种 煎饼老店 超喜欢